美国大型输油管道运营商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首席执行官布劳特5月19号正式承认 公司已向黑客支付440万美元的赎金才使管道全面恢复正常运营 上周该公司遭到了网络攻击被迫关闭旗下成品油管道干线 布劳特19号告诉华尔街日报 由于公司高管不确定其系统破坏的严重程度或恢复管道需要多长时间 因此公司向黑客支付了440万美元的赎金 布劳特认为支付赎金是为了更大的利益 此前美国媒体13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观点称 输油管道公司原无意向黑客妥协 但最终还是支付了将近500万美元的赎金以恢复被攻击的系统 据悉科洛尼尔管道运输公司5月7号因遭到勒索软件攻击 被迫关闭其美国东部沿海各州公邮的关键燃油网络 受此影响美国多个州的加油站出现汽油短缺油价上涨 许多消费者开始恐慌性购油 该公司15号宣布其燃油运输系统已经恢复正常运营 但是华盛顿特区以及东南部各州燃油短缺现象依然非常严重 欢迎访问欧视TVYouTube频道 您可以在YouTube上搜索Mandahandeli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 了解中法资讯 敬请关注欧视TV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